好,接下我们看第十个例题 蛇是蛇的意思 食べる,吃,所以吃蛇 のは前面的这件事情 所以吃这个蛇的这件事情 那么感觉很不好 好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很舒畅 很好的时候 可是这边呢 指的是这个感觉很不好 吃蛇肉的感觉很不好 请和日记老师念过一遍 蛇を食べるのは気持ちが悪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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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在我们这个句型当中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把它摆进去 那么下面是我们常常用的这个形容词 但是不止这一些 因为还有一些 那么我们只有介绍的这个十句而已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下面的句型 好,接下来下面的句型呢 原本的这个形容词原本的这个形容词用的是が 所以我们的注词呢就直接把が 所以就变成のが 我们请看第一个例题 私はお風呂で歌うのが好きです 好,那么之前我们就学过了 在这个好き、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前面的注词我们就是摆が 那么现在的のが指的是 因为前面有做了一个动作 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要变成用のが来做连接 私、我、お風呂 お風呂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浴缸、我们的澡堂 我们叫做お風呂 お風呂で在这一个 这一个澡堂 或者是在这一个浴室 歌う、唱歌 歌うのが唱歌的这件事情 好きです 很喜欢 我喜欢在澡堂唱歌 请韩志祺老师念过一遍 私はお風呂で歌うのが好きです 私はお風呂で歌うのが好きです 好,接下我们看第二个例题 人前で歌うのが嫌いです 好,那么嫌い的前面呢 我们也是摆注词的が 所以就直接讲 什么事情是这个 不喜欢的、讨厌的 在人前 就是在人的前面 表示众人之前 很多人的前面 歌うのが 唱歌的这件事情是 嫌い、是不喜欢的、是讨厌的 不喜欢在众人的面前唱歌 请韩志祺老师念过一遍 人前で歌うのが嫌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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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ばあさん是这一个奶奶 起る、起床 起るのが起床的这件事情 早いです 很早就起来了 早い有两个意思 在这边指的是 时间很早的意思 好,奶奶起得很早 好,请韩志祺老师念过一遍 おばあさんは起るのが早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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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ばあさんは起るのが早いです